那现在我们要看那个一些性质 所谓当然就是加减乘除 你如果这个极限 FS的极限当在区间A的时候等于L GS当在区间A的时候等于M的话 如果两个都存在的话 那我们可以得到 第一个你乘以常数 常数乘以变数的那个取极限 常数可以提出来 对变数来取极限 那这个等于L 所以这答案是CL 对所有的C属于14都对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两个函数 做加减的极限 就等于个别的极限做加减 所以就等于L加减M 那第三个呢 如果是相乘的话 如果两个函数相乘的极限 就会等于个别的极限相乘 所以就等于L乘以M 好 第四个呢 相乘的话 相乘的极限就等于个别极限相乘 所以就等于M分之L 来 这样也没问题 当然这边的话 特别注意一下 父母要不等于0 父母要不等于0 好 这个 这个命题的话 逆叙数是不成立的 这种反叙数不成立 也就是说呢 这个 这个如果它极限存在的话 我们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但是如果这些东西存在的话 加减乘数存在的话 那回去会不会对 那不一定对 好不好 来 我们看这个观念 这种逆叙数的话是不对的 也就是所谓的反叙不然 逆命题是不对的 converse proportion的逆命题 不对的 好 给个例子 我们在前面讲过 你如果令 fs等于 1 对不对 当s大一点的时候 s小一点的话是负1 那这个时候 好 gs的话刚刚刚它颠倒了 s大一点的话是1 它跟小一点是1 它颠倒了 那这两个 这时候呢 怎么样 你两个都不存在嘛 对不对 当h0的时候的 fs它不存在嘛 当h0的时候的gs也不会存在哦 这个也不存在 这个也不存在 这两个都不存在 我们前面给了例子了哦 好 那两个乘起来呢 会不会存在 但是呢 我们看一下哦 我们的fs乘上gs等于多少 那我觉得它等于多少 你s大一点的时候呢 两个相乘是负1嘛 小一点的话也是负1嘛 所以它乘起来就是负1 对不对 负1哦 对说的怎么样 s不等于0就好 0点那一点挖掉 所以我们就得到 你的极限 当h0的时候 你两个相乘 fs乘以gs 这个东西就等于limit h0的时候的负1 所以这极限靠过来是负1 它存在 好不好 所以 就是它的反叙述不对 它的那个 逆命题不对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但你可以发现 如果加法也对啦 两个相加的话是0嘛 极限是0 那个别的话就不存在也可以 相处的话也对 好看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它的宣解条件就是那个 那个原本的 函数的极限个别要存在的时候 加点乘数才对啦 加点乘数才对 如果它不存在的话 加点乘数可能也会存在 来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个例子 极限点多少 大概 大概G3的时候 这边是两倍的S三方嘛 对不对 根号的S平方加7 那这两个个别的极限都存在嘛 对不对 所以相乘的话就指你个别的极限相乘 这样有问题 可以吧 所以那答案多少 这用看了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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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3的平方加7 对不对 所以是等于2乘上27 再乘上多少 9加716 再加14嘛 对不对 这8乘以27 216 就这样子 这样可以吧 来看一看问题 来第二个问题 那如果这个呢 当H进2的时候 分母是S加1 分子是两倍S平方加1 这会去你多少 那你分子和母 都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你就直接带嘛 所以这边是3嘛 3的平方9乘2 18加117 3分之17 不对 不是要2 7以2才对 7以2 算对 这种题目如果算错的话 就没有分数了 好 你就把它带过来 把2带过来 2加1 13 2带过来 2的平方4 4 4乘2 4 8 8加1 9 所以两个H 就等于3 来看有问题 这个都没有问题 就直接带就好了 好不好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不会考你了 这不会考你了 考你的话 有点那个小看你了 我们有兴趣的是这种不定型 不定型就是没有办法直接马上就可以看出来的 这种不定型要怎么做 比如说我们看立体实 立体实 立体实的话 大概趋近于2的时候 你的分母是s-2 分子是4倍的s平方减4 对不对 你趋近于2带过来是0分之0 分母是0分子也是0 这怎么办 那就代表你的分子分母都有s-2那个因子 你想办法提出来 想办法提出来消掉 因为他们两个分子分母同样有一个趋近于0 那个因素在 把那个边因把它抓出来 把它消掉就可以了 懂不懂意思 就是说你像这样子 你像比如说2s3的一个词 对不对 你会发觉 这个笔值当于s趋近于0的时候 它等于多少 你如果s因为a靠到0的时候 你可以看出来 s等于0.1的话 等于0.1的话 就是0.2分子0.3 所以它消掉之后变成2分子3 对不对 s等于0.01的话 你就是0.02分子0.03 你把它消掉之后 也是变成2分子3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出来 像这个的话 你怎么样 你又发觉那个因子 0.01 0.02 0.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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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了 所以我们看粒粒死 粒粒死 你是这种粒粒死联的 你必须要做一点运算 你会发觉4就是2的平方 所以你就不要用a平方减b平方 就a加b a减b就好了 好不好 把它印分解就好了 所以是x加2 x减2 对不对 把那个a减2的因子找出来 这些因为你的a平方减b平方 就等于a减b a加b 好用到国中数学了 好之后再把s 趋近于2不等于2 对不对 所以你就可以把那个a减2 那个因子消掉 好消掉之后呢 分子和母只要有一项不等于 你就直接带了分母是1 分子都要2带过来 2带过来4 4乘4是16 这就答答案 来看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吧 好 这样会不会做 有没有问题 看看看看 好 来看底下的例子 例子11 例子11 例子11是h减减0 h分之更好的1加h减1 对不对 那这个会点多少 你带过来的话还是一样是0分之0 还是不定型 怎么办 你这边有更好 你知道有分子和母都有h的那个因子 对不对 分母是h没有问题 分子的话是更好h 更好h的话你要变成2分之一次方 变成一次方的话怎么办 你乘以他的共2怎么样 有理根 就更好的1加h加1 有没有 再用a-b a加b 就变平方 就把它变平方 一平方的话就一次了 就把那个h的因子找出来 这样可以吧 好你把h带过来还是一样是0分之0 对不对 对不对 还是0分之0 所以你要 因为他的 有理根 h 你分子和母同层 变成 更好的1加h加1 更好的1加h加1 更好的1加1加1 那你就用到刚才那个公式的a-b a加b 现在是把它凑回来 把它凑成平方 对不对 就是a平方-b平方 刚才那个是1分解 这边是配平方 好 所以你就变成是a-b a加b 所以就a平方 a平方 所以是1加h 减掉b平方是1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出来 我的分子的话就是h了 好 就跑出那个h的因子了 可以吧 他在h消掉 或者和母同时有h这个因子 你就把它消掉 好 那这时候分子就变1 对不对 好 曲奇连带过来 这边连带过来 分母就是2 对不对 所以这答案就是2分之1 来看有问题 就这样做 可以吧 那么看懂 好 立体12呢 怎么办 立体12的话 你的fs是s分之1 s分之1 那我们就这个极限 h3的时候 就s-3分之1 我们前面讲了一个例子嘛 你分母会等于0的话 那可能会跑到无穷大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 前面这一项是跑到无穷 或是无穷的 那这边的话是f的x加1 带3过来是f4 减掉f4 是0 对不对 所以是无穷大-0的例子 那这怎么办 那前面讲过无穷大乘以0的话 也是一样嘛 是不定型嘛 或者你把这个当做分子 来看也可以 可以了 好这个是无穷大 乘以0 这种不定型的例子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办呢 你先把这个带过来嘛 会不会带 就直接带过来 不用怀疑 直接带 加1带过来 xfs等于s分之1 这边加1 这边就s加1 这边就放a加1 这边a加2 这边就a加2 不管它是什么样 你就把那个位置取代掉就对了 所以是x加1分之1 c 可以了 剪掉 那4带过来当然就是了 所以是4分c 好 在那边提 来这个要怎么办 那这边的话是无穷 这边是0 就表示说你这边是0的话 就表示说你有那个s-3的因子 你想办法提出来怎么提 这要怎么提 但是怎么样 通分嘛 对不对 你把通分就可以了 所以这边就变成1s-3 这边通分 这一项乘以4 这一项乘以s加1 对不对 通分的话是乘以他们两个的 最最小公倍数 公倍4 对不对 好这边是 减掉 x加1 就得到这一个 这个之后呢 你会发觉这边是3-x 所以差一个负号 乘上 这负的x-3 对不对 3-s差一个负号 x-3 可以吧 好之后呢 趋近于3不等于3 对不对 注意一下 它趋近于它而已 不等于它 不等于它的话 你这个就可以消掉 对不对 好 把3带过来 分母就是4 3 12 对不对 所以是等于负的 12分之1 来看有没有问题 就这样做 可以吧 来看能不能看 会不会配方 有算错 16 这个小学数学 也不是我的问题 这是小学生的问题 16 56分之1 这样可以吧 来看有问题 这个部分 接着我们介绍一个电理 Squid Theory 就是夹几电理 夹几电理 或者是三明治电理 那你为什么叫三明治电理 你看就知道 我们如果有一个跌打大A0 有一个范围跌打大A0 使得你的GS 小一点FS 小一点HS 就HS 这个函数最高 再怎么样 在X属于A-一点点到A加一点点这个范围 转换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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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图形 像这样子一样 在HS等于A的时候 好 在A点的进旁有一段范围 你随便抓 因为我们极限的话 只是考虑在那个点的进旁的现象 你不要太远 你有一段范围就可以了 A-dataA加data 在这个点的范围的话 你可以看出来 H最高 在F在H 对不对 通版的这个现象 你不要把它取得太大 取得太大 这边就是有大有小了 就没办法判断 好 那如果这两个 当X属于A的时候 你上方的变化 上面这个红色的虚线呢 会趋近L 底下这个也会趋近L的话 那这样子强迫 中间这一个死线也会趋近L 一夹就知道 像三明治一样夹起来就可以了 OK有没有问题 这样可以 很直观 那我们不正 正面要A-data 那个前面那个公司 不正有点难 所以就挑掉了 好我们看这个例子 这例子是说明什么 就是FS当H属于A的时候 他等于0 他的充分必要条件 if and only if 就加绝对值也会趋近于0 这特别注意一下是 是只有在0 那个值才有这个现象 等于2就不一定了 像刚才那个FS 我选的那个不存在 那个1跟-1 FS S大一点是1 S小一点是-1的话 那这个H属于0的话 就是不存在 但是你加绝对值之后 他正负都一样 所以加绝对值 那极限存在是1 好 好不好 所以这个会成立的话 充分必要条件的话 是在0的时候才成立 完全是在0的时候才可以成立 那你有图形可以看出来 实现的话是Y点FS 虚线的话是绝对值 绝对值 正的话当然是一样 那负的话呢 你就把它 这个 翻过来 对称于那个 x轴过来嘛 就是这个就正的 所以我会觉得 当H属于A的时候呢 你的函数高度呢 这条线是一轴 属近0的话 左边右边靠过来 属近0的话 那你加绝对值之后 也会属近0 对不对 有图形来看是没有错啦 懂不懂 好怎么证明啊 这个要怎么证明 这样看要怎么证 这证明的话呢 你看一下 你如果这边过来的话 我们看充分条件 充分条件的话 你绝对值的话 很容易嘛 绝对值就根号嘛 根号的F平方 所以就过来 那这边过来的话呢 你要控制FS 控制FS的话 你知道他等于0的话 绝对值 等于0 你FS夹得怎么样 夹得比绝对值小嘛 比负的绝对值大嘛 对不对 那你就可以用夹起定义 结束他 好不好 我做给你看 好 好 那边13题啊 我们证明充分条件 先证这个方向 证这个方向 如果他等于函数 一样的数等于0的话 这个加绝对值 会不会等于0 那因为你的 大概区间园的时候 你的绝对值 Fs 什么叫绝对值啊 就可以相当于 怎么样 怎么样 就是根号平方嘛 对不对 平方这个可以根号嘛 就是绝对值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知道区间园 Fs是0啊 所以你就把这个极限搬进来 这边都可以搬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那直观上来讲 是对的啦 区间园靠过来的时候 你会觉得 这边就区间园 这边是0嘛 对不对 那就变成根号0的平方 开根号 所以当然是等于0 来看问题 所以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充分条件没有问题 我们看必要条件 来看问题 可以吧 必要条件 知道绝对值呢 那Fs等于多少 Fs当然你可以去夹 夹它 因为你的 这个Fs啊 它是在那个 比绝对值来的小嘛 又比那个怎么样 负的Fs来的大嘛 对不对 可以吧 好那 我们当然是 x到底有没有定义在A点 不知道所以就把它挖掉就好了 有可能那一点把它挖掉 好 好那因为 因为 你 你区间园的时候的 负的Fs 这个绝对值 等于多少 以致0嘛 因为这个是 这个以致嘛 要推这个等于0 这个等于0 当然 区间园的时候的 Fs绝对值也有等于0 对不对 所以呢 我们根据 加起定理 Squeeze Squeeze 由加起定理 你是知道怎么样 知道你 两边同时 区间园 强迫中间这个区间园 你h间园的时候的Fs 就等于0 来看问题 这是充分比较条件 这样可以吧 好接着我们看底下的例子 当然就是说 如果一个函数给你 如果可以直接求的话 你就直接求嘛 没必要去找一个函数 把它夹起来嘛 对不对 上函数下函数把它夹起来 那你什么时候要用到 第一个就是函数你不知道 那你乘一个知道的极限值 另外一个case就像这样子 就是说 一边你知道了 当S区间园0的时候 比如说它区间园0 但是它怎么样 Sine的S分之1怎么样 S区间园0怎么样 在那边震动啊 对不对 上礼拜告诉你 它不存在啊 它区间园的Sine S分之1是不存在的 好 那这时候呢 你不能两边极限 这边区间园0 这边不存在 0 乘以不存在0多少 大概你没办法去判断它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呢 你可能就是要用夹起定理 夹起定理来控制它 虽然它不存在 但是它是一个有界的值 就是Sine的取值的话 就是在正负1嘛 那你的直观来讲 就是正负1 顶多你正1嘛 不然就负1嘛 那我这边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的话 那一层的话就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去经理 这种直观意思 懂不懂 像这样子一样 你可以看出来 它的如果这个值当S渠道 让它导数之后 刚好是 多少 在Y軸上 2分之π 加减2mπ的话 你会发觉怎么样 它的值都等于1 那1再乘以S的值 对不对 对过来S值 所以这边贴着这个Y点S这条线在跑 对不对 另外一个呢 如果是等于-1的话 它就贴着这条线在跑 就Y点-S 对不对 所以这两条线是怎么样 就它的那个最极点 它极之点就碰到这个 好 那函数的话就这样子 画出来就这样子 有没有问题 可以吧 越来越往中间靠 这是MainT-Level 我画出来的 程式画出来的 不是我画的 就这样靠过来 所以它你很直观的发觉是怎么样 它去前一里 这样有问题 好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夹几 把它夹起来 用这两个 把它夹起来就好了 对不对 那去前一里 对不对 就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吧 好 好 那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做法 来因为呢 你这个Sine的X分之一 对不对 它夹在正负一之间 S不等于0 要把那个等一点 那个点挖掉 好 来乘X 乘X 对不对 想想看 乘这个动作对不对 来乘这个动作对不对 想想看 什么时候大也要变小一 你乘以什么 负号嘛 对不对 还有什么样 导数嘛 对不对 这两个case你大也要变小一嘛 对不对 你把他导过来嘛 所以你这边会成立的话是S大一零啊 好 那S小一点怎么办 你再加一行啊 对不对 你必须要这样做 那个别讨论 个别讨论 好不好 个别讨论 那我们现在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绝对值了 所以我们就加绝对值就好 因为绝对值的极限等于0的话 那个原来数的极限等于0 所以我们就加绝对值就好了 好不好 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把这两个合并起来 就这样看 因为你的 你的Sin X分之1 就是 大一等于0 小一等于1嘛 对所有的X 不等于0嘛 对不对 因为0点他没定义 你要挖掉 好 所以呢 你就把它乘上 X的绝对值 要把它乘上S的绝对值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不需要管怎么样 X到底是正的 还负的 为什么 因为永远是正的 所以你这边是 直接就是不等于0就可以了 来看有没有问题 好 那你让两边居进1 这边居进1的时候 这边是0 那边夹起电磊就可以了 这边是0 这不要管它 你用这个居进1点就好 你让它一直逼过去就可以了 好 好 因为你的limit 当H前0的时候 S绝对值 这个等于0 好 所以我们由这个 夹起电磊 by squeeze hearing 好 我们由夹起电磊就可以得到 你中间这一个 大概居进0的时候 的绝对值 X sin的S分之1 这个就等于0 好 那绝对值等于0的话 去到绝对值也会等于0 这时候你就可以得到 我们就把那个绝对值拿掉 好 这个就等于0 来看有没有问题 就这样做 可以吧 好 接着我们看这个立体15 立体15这个 加一个X 所以在S变方 那一样嘛 这不存在这个取经义0 所以两个一层 虽然这不存在那有界 所以要靠到0 但是Y点S变方 因为发觉碰到E最高点嘛 所以发觉是Y点X变方 跟Y点X变方 它在那边振动 它在那边振动 所以居进0的话 应该等于多少 居进多少 等于0 对不对 很直观嘛 居进0的话应该等于0 它们靠过来应该等于0 这样有问题 可以吧 那这个要怎么做呢 这个做法就不需要加绝对值了 为什么 因为它平方的嘛 平方永远是正的 你就不需要加绝对值 所以你的做法就比较简单一点 好 就直接 直接同层那个S平方就可以了 好不好 好 因为S平方永远是正的啊 所以你就不要管它了 对 S 这个不等 好 对不对 那因为 H710的时候的负X平方 这东西当然就等于 H710的时候的S平方 就等于0嘛 对不对 所以 有这一个 夹解电铃 有夹解电铃 有夹解电铃 你就 知道怎么样 这一个 这个 要不要做 就这样子 很容易啊 你要抓两个上下函数把它夹住之后 按那个抓那个函数很容易的哦 OK吧